可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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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中国女兰那次配合确实是非常的流畅啊 行音流水 什么人那个砸屁股发球 确实也是相当的亮眼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第4节 中国女兰对这欧洲冠军赛维亚 韩旭这个中途投进之后 场上比方是58比49 中央队领先9分 比赛打的确实也是非常胶着 韩旭的封盖 梁立伟 给少庭 这球吹了一个脚踢球 中队现在场上阵容 中锋位置是17号韩旭 大前锋12号刘嘉诚 小前锋11号黄思敬 然后另一个小前锋7号邵婷 后位是杨立伟 这个阵容整体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杨立伟又是一个抢断 给少庭轻松的一个上篮 漂亮 李嘉诚的中途 少庭的篮板 顺势一个转身 给到黄思敬 这个机会非常好 可惜没有投进 赛尔娅又是转换 哇这个厉害啊 身体对抗能力确实强 这是赛尔娅 这个队伍特点就是这个样子 打了一个2加1 然后中队换人了 大面积的一个换人 中锋换成李月汝 然后大前锋换成孙梦然 小前锋李梦 后位是李源 和王莉莉 分场又是回到八分 这个全场紧逼 这也是他们的特色 孙梦然 再给到李月汝 好球 这次配合是非常漂亮 目前为止李月汝是八分六个篮板球 孙梦然的篮板 再给李源 再给李源 李梦 杀进来 好球 好球 对方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漂亮 王莉莉的一个进攻犯规 裁判人是有一个抬肩的动作 所以王莉莉这个防守位置选的不太好 好球 李月汝补上去的篮板 也就给了李月汝的一个犯规 这次王莉莉它 9分钟 然后我们就走了 好好好 这次王莉莉 这个数目 这个数目 让他 过来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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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 回到八分 词然 这边李月如传给李元的一个空切 李梦底角三分球 这次没有投进 李月如篮板 我们注意这时候中国队场上是一个双控位 换上王思宇 李元和王思宇同时登场 这个阵容也是比较少见 这两人一般都是错开上场 打了没到一分钟 王莉莉又把李元换下了 李月如 这个空篮没进 这段进攻的感觉不太好 还是吹了王思宇的犯规 三位这边的中距离打进 分差缩了六分了 压力又来了 四分四十秒 六分的分差 还是咱们的球权 这时候经典的一幕来了 孙木然直接打到对方的屁股上 反弹的一个发球 集中生智 这时候看队友没有很好的位置 果然是老江湖 这边韩旭就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这次配合行云流水 这球还是给了犯规 对方罚球了 王思宇的犯规 很多人感觉不太好 终于在这儿 双红队友 要领的 换队友 双红队友 刚才不得来 稍后 语谈友 开始 双红队友 双红队友 久不得来 你发过 你发过 孫茂然好球啊又是孫茂然 好像孫茂然突然是站了出来 加比赛孫茂然效率非常高 5投4中得了10分 又是王思宇的抢断 好球啊 本着回到10分 抢断是王思宇的这个绝技啊 在刚刚结束了这个女篮世界杯的比赛中 王思宇关键时刻抢断澳大利亚球 周圈比分 这个时刻还是王思宇造犯规 两罚帮助中国队赢一下比赛 绝对的一个大新浪球员 看去篮板 追了一个阻挡犯规 王思宇罚球 这球赛尔维亚的范围还没有满 是中国队的范围满了 这球还没有到罚球 基本上这球投吧 这球犹豫了一下 反正效果没有那么好 第一下对方已经完全没有防了 已经出现了 这球更例子 对方的范围满 被赛尽量的范围满 比赛尽量的范围满 这个段球没有端下来 对方就轻松的上篮了 两分钟的时间 八分的分场 换上黄思静 换一下邵婷 黄思雨 再给韩旭 黄思雨 这个球 感觉是晃过了防守 但上篮没进 盘旭补篮也是没有 两次机会都不错 可惜都是没有打进 吹了黄思雨的犯规 那对方接着罚球了 中国队的犯规数到了 赛尔维亚球员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是顶级 真厉害 扛着人就不往里面 两发一中 杨利维 没有机会的拉出来 给韩旭 中投 这个中投也是没有进 在外这边点一步突进来 给内线 最后的六秒 这个勾手勾了三不站 王思雨 还是一个变相 这个两分不算 提前的一个犯规 黄斯杰 再给刘嘉诚 刘嘉诚 给了一个打手犯规 刘嘉诚两罚 三不站 黄思靖拿到一个关键的墙上篮板 差点是回场 黄思靖救了回来 地交杨立维三分球 黄思靖的篮板 黄思靖这两次篮板球非常漂亮 杨立维好球 这球错进错出 杨立维的一个上篮 打进之后没有悬念了 这球赛尔维亚又是一个失误 最后18秒的时间 又是留给了中国队 这回打的确实还是非常精彩的 虽然是有一些小的瑕疵 总体来讲 攻守两端 打的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浩特将全场比赛结束 中队最终75比6路 十分的优势 战胜赛尔维亚 说下注 周董公四 这十分有差异地 怎么会送到 outras有专门